每年5月的第二个星期日是母亲节 2019年的母亲节是5月12日 由这样一个心境群体 作为新手妈妈的她们 要过第一个母亲节 我叫何丽 我是2015年的世界小姐 上海赛区的冠军和全国的亚军 现在呢我是一个三个月的宝妈 在我的这个孕期 跟我老公我们俩选择把我们怀孕 还有生产所有的过程都记录下来 然后当我们现在再回头去看的时候 发现这是件特别美好的事情 过第一个母亲节的合力 不仅收到了家人准备的礼物 也收到了来自小宝贝的特别赠送 我的宝宝今天给我的最好的礼物就是 他已经全度一个星期了 就他一个星期没有便便 然后在我刚刚出门之前 他终于给了我一泡便便 所以我觉得这是他给我的最好的礼物 对于很多妈妈来说 孕育并给予生命的过程 会给自身带来很多身体或精神上的病痛 新手妈妈合力就承受着很长时间的产后抑郁 每个女人都知道这孩子是一场鬼门关 因为它会有很多的产前产后问题 比如说蕴马症 比如说肠梗阻 比如说高血压 糖尿病 我个人最严重的一种病症 是属于产后的抑郁症 但是我每次又看到我自己宝宝的时候 你的那种急躁又会很快地降低 它很奇怪 你看到宝宝的时候 每天在变化的时候 你又觉得生活充满了希望 所以我觉得每一个妈妈都是一个战士 付出 成长和收获 新手妈妈合力用这三个关键词 来形容母亲这个角色 付出 成长和收获 当宝宝出生的第一刻起 你就会变成一个付出型人格的人 没有一个女性是天生的母亲 她是跟孩子成长的过程中 自己一直在成长 不见得在自己的这个责任心 自己的能力 或自己的胆量在不断地增加 对于小宝贝的未来期待 新手妈妈合力这样说 所有的妈妈在 宝宝在肚子里 直到怀孕的第一天开始 她就会有很多的憧憬 比如说 我要希望宝宝一定要是漂亮的 健康的 聪明的 高大的 可是当你真正生孩子的时候 你发现 那些肚不重要 健康 只要她健康 只要她平安 一切都好 五个月妈林的新近宝妈 华宇婷 不仅是个新手妈妈 也是个职场妈妈 我叫华宇婷 那我现在呢 是一名汽车公关 我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身份 就是我是一名新手妈妈 那在去年12月7号的时候呢 诞生了我的小宝贝 现在呢 是小宝贝刚刚五个月的日子 第一个母亲节 宝妈华宇婷 也收到了来自小宝贝的特别礼物 第一个母亲节说实话 我觉得我的心情是激动的 并且呢 也是非常复杂的 因为以前呢 母亲节都是给我的母亲过的 而现在呢 我也变成了母亲节该过节的这个主人 我觉得我的宝宝虽然还小 但是呢 也给了我一份非常重要的母亲节礼物 就是她最近翻身翻得特别厉害 已经非常熟练的翻身 并且呢 就是会对妈妈开始咯咯咯地笑 作为职场妈妈来说 话语挺坦言 需要克服很多的困难 来平衡工作和生活 在我孕期前三个月的时候 我飞了近二十次 我的工作强度非常的大 我甚至有一次记得 我刚下飞机已经晚上十一点了 那我还得进办公室 因为整个团队在等着我 那第二天呢 我们一早六七点钟就起来 去到客户那边 去给客户讲这个策划案 那在用晚期的痛苦的话 其实更多的是身体上的 所以很多人说 为什么这个孕妇走路像企鹅 是因为我们的这个前面 有一个大肚子 会让你走路真的非常的难受 然后除此之外的话 你的睡眠质量 会大大的打折扣 所以每天晚上很难入睡 第二天呢 也很难保持良好的精神状态 去参与你的工作 初为人母的话语庭 用勇敢 陪伴和后盾 来诠释对于母亲的理解 第一个是勇敢 然后第二个呢是陪伴 然后第三个呢是后盾 其实当妈妈是一件 需要勇气的事情 因为她可能会牵扯到 你的身体会有变化 所以你一定要很勇敢 来面对这件事情 第二个呢是陪伴 因为现在我还在上班 并且呢我的工作 非常非常的忙 那我在回家有限的时间里呢 一定是要与她 非常良好的互动 第三个呢就是后盾 就是我希望呢 我不进入我宝宝的生活 但是呢 我会作为她坚强的后盾 无论她想做什么 我都会在后面支持她 在这里呢 我想对我的宝宝说 勇敢地去开拓你的人生吧 你的父母将会是你永远的后盾 我会在后盾 谢谢观看